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肉线没有手脚 全靠舌头和牙齿操控这只奇特的杀人轮椅 两只轮椅碾压过陈年的老地板 视线随着轮椅拐角 正是简的房间 黄邓邓的门转筒一阵响动 门板无声而开 多肉线咬住操作柄 蜷缩在窄小的轮椅上 眼里闪烁着视血的光 床上隐约有个人形的轮廓 轮椅上两只手指的机械臂往床上一铲 炼锯也轰然开动 横着乘被子一劈 心血尽头被照 一颗人头咕咚一声落在地上 居然是那个名叫剁骨头的阴僧老头 咚的一声 扒皮的尸体也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 多肉线抬起头 不可思议的张大眼睛 哭的 蒸汽声大作 一道矫健的银色身影从天而降 浓郁的白气破出一只巨网 旅馆顿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枪声一起 房间里老板娘两个人头同时瞪大了眼睛 白天睁眼的老板娘惊声尖叫 该死的 你在搞什么 黑夜睁眼的老板娘毫不示弱 你那些该死的伙计真是无能 他们把事情闹得一团糟 说吧 他恶狠狠地抽出一只双管猎枪就要往外走 我亲自出马 而另一个头颅也是满脸的惊恐 你要带着我的身体去哪儿 快停下 可没等他走出几步 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 这颗满脸恐惧和抗拒的头颅就被轰出一个大洞 另一只脸色凶狠的头颅先是一愣 然后脸色猛地苍白起来 呼通一声 瘫软在地 李妍从门外走了进来 把左轮手枪揣进口袋 挣挣一会儿的功夫 剪的房间里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墙皮被炸出一个大洞 剁肉线和那台杀人轮椅被榴弹轰杀得四分五力 半天 那只形似口琴被剁肉线含在嘴里的半截操纵柄 才当当一声落到地上 你的尝试很无聊 但驾驶技术还不错 杀气腾腾的姐从墙上的大洞卖了出来 气势汹汹 傻向了老板娘的房间 却只看到李妍和她脚下奄奄一息的老板娘 干得漂亮 我开始觉得你有些可靠了 李妍耸了耸肩膀 那又我还有成长的空间 满身静装地剪冲李妍竖起大拇指 然后把冒着热气的榴弹炮口对准旅店老板娘 为什么袭击我们 身体贪软 却依旧昂着脖子怒吼的老板娘 说道 你们想要进入巨人湖 反正都是死路一条 倒不如拿身上的钱究竟我们 哦 上苍啊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不止死活的蠢货 姐 瞇了瞇眼 杀气重了几分 她可不是什么心思手软的人 一路上的山贼盗匪 她几乎是一个不留的 只剩下一只头颅还存活的老板娘 发掘了捡的杀心 也没了开始的凶恶气焰 别 别杀我 我这些年在下了不少钱 还有 还有我丈夫珍藏的蒸汽设备 我都可以给你 饶我一命 他们都在地下室 我可以带你们去 恕我直言 你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老板娘这才意识到 另一刻头颅的死亡也正悄然吞噬着她的生命 绝望的她咒骂出声 内容不堪入目 不过没有多久 她的骂声也衰弱了下去 最终重伤而死 李延眯起眼 只见疫情以后 两道样貌相似 神情平和的淡金色人影 在尸体上漂浮起来 正是双头姐妹 李延又一扭头 本应该被杀死的剁肉线的残骸中 也有一道金色人影浮上天空 李延心念意气 试图发动血战 严幅行走请注意 你曾承诺遵守史观的三样准则 如果贸然杀死童话人物 现实中的演员将立刻死亡 你将强制脱离童话世界 严幅事件 巨人湖也宣告失败 故事将按照史观的心意 简最终杀死毒眼巨人 赢得名声和荣誉 成为蒸汽消灭魔法怪物中光辉的一笔 蒸汽化的进程如火如荼的进行下去 李延听了 这才作罢 简却像是压根没有看到这几道金色的灵魂一样 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什么 李延询问道 李延 他临死前说 立下是有他的积蓄 还有蒸汽设备 说实在话 那个剁肉线的杀人轮椅设计的还蛮精巧的 我在找钥匙 李延眼神一动 从尸体底下拾起一串沾血的钥匙 冲简养了养 我想你需要这个 多谢 简毫不避讳 拿过李延手中的钥匙就登登登地下了楼 还在楼梯上催促着李延一起 你们的童话故事尺度真大 李延最后看了一眼躺在血屋里死不瞑目的双头老板娘的尸体 才和简一起下楼 在地下室里 简找到了大袋的珠宝黄金 还有城乡的纸钞 不过 无论李延还是简 似乎都对这些不太感兴趣 地下室还陈列着很多价格昂贵的蒸汽设备 应该是这家旅店还没有来得及卖出手的 简同样不太感兴趣 毕竟他有六颗三象球驱动的独角兽 看不上这些普通货色 只从中挑选了一些零件能作为独角兽备用的零件 李延倒是很有兴趣 把这些拆卸开 提升一下自己魔动专精的水平 最终引起了简的注意的 是一把将近三米 通体蔚蓝色泽 带有粗粒金属质感的巨大弩箭 大王乌贼之猎杀弩 类别 武器 品质 不祥 上面涂抹的毒液 来自大海深沟中某个不知名的恐怖生物 曾经猎杀过无数强大的怪物 慕尼黑某知名评论家留下了一个备注 他说 不论多罗西的童话故事 经过多少次改编 红姑娘的晚年一定倒退成了坚定的反蒸气主义者 公主姐一定会用猎杀弩杀死独眼巨人 有时候我也不太明白 罗罗西对这些细节的坚持究竟是为了什么 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他围绕着只弩箭转了好几圈 难言激动的神色 有了这个 我的胜利更有信心了 至此巨人湖第四幕落下帷幕 灯光骤起 红目拉下 双头老板娘 朱儒 驼背老头 乃至开场的银游诗人 塔利亚 纷纷鞠躬至谢 李延从童话的幻境中苏醒 身边响起了阵阵掌声 但是也难掩观众席上巨大的质疑 很多人疑惑 为什么多罗西执着地给一个中国人如此多的戏份 还有一些人质疑剧情的单薄 完全不像多罗西的风格 这样的剧情 反而更近似原始版本的巨人湖 蒸汽公主遭遇吃人履店 最终杀死了履店的罪犯 然后凭借猎杀弩成功打败独眼巨人 唯一不同的是 多罗西把原著中痴心于塔 温和英勇的王子 换成了钟表店里油嘴滑舌的中国学徒 当然 这只是部分人的看法 原著在当时那个王子拯救公主的时代 本就算是打破成规的好作品 这些年多罗西推陈出新 更是给了这个故事很多新的诠释 例如 对旅店的双头老板娘进行改编 把她塑造成丈夫孩子死于粉尘疾病 因此痛恨蒸汽机械的中立人物 以此抨击大工厂主肆意污染 还有一次 出于某些口号的号召 多罗西把原著中黑皮肤的猪如八皮 改编成一个老实木讷的壮汉 最终加入争气公主的阵营 并在抗击巨人的过程中壮烈牺牲 被当时无数有色人种交口称赞 可这一回 不仅热情的铁匠儿子和优雅的贵族成了龙套 原本最具有戏剧张力的吃人旅店一节 也被如此粗暴的处理掉了 很多自以为摸清多罗西套路的老观众 已经感觉到自己猜到了后面的剧情 钟表店的华人学徒 在抗击独眼巨人的过程中牺牲 捡悲奉之余杀死了独眼巨人 毫无新意 多罗西将狼踩尽了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服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双净水 刘兆坤 蔡新纯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